马上就过年了 这个炸肉丸给你安排上 寓意团团圆圆 也是我家年一换必做的一道菜 今天买的是梅花肉 洗净后去皮切成小块 装进角度机里面 启动按键给它打碎 稍微打得碎一点 丸子更好成形 倒在盆里面备用 准备一个碗 放入葱姜 倒入半碗清水 用手去抓捏葱姜 把里面的汁水捏出来 我这里是两斤的肉馅 加入10克盐 3克鸡精 5克五香粉 接着倒入二两的葱姜水 用手朝一个方向搅拌 让肉馅把料水完全吸收进去 然后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100克的玉米淀粉 然后再给肉馅继续搅拌 搅肉馅的时候 记得要来回搅拌 不要把肉馅搅拌上劲 这样炸出来的丸子 口感更加松软 最后抓一把 从扶口挤出丸子的形状 油温五成热 开始下锅炸 丸子都下锅以后 先不要着急欢动 等到丸子全部定型以后 再用筷子拨散 使丸子均匀受热 全程使用中火 把丸子炸透 火候太大的话 外面糊了 里面还不熟 表面炸至金黄 先控油捞出来 等油温升高之后 倒入丸子 互炸一遍 互炸过后的肉丸子 表皮会更加酥脆 这样炸出来的肉丸子 颜色金黄 太诱人了 一道美味的炸肉丸 就做好了 外焦里嫩 越焦越香 学会之后 过年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炸腦 沙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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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